那5月27號今天在中央流行營指揮中心公布高雄市有11,270例的本土個案 那我們經過疫調之後也是轉嫌相關的這些必要的一些 這個民眾到各縣市 那包含境外移入和存互通報這一部分 總共31例 所以剛剛是今天在本土的個案方面 總共確診了11,239例本土個案 那這11,239例個案裡面不同於過往 是PCR確診的都是PCR確診的狀況 那在PCR確診的人數有3928人 占了整體確診人數比34.9% 那在快篩陽性判陽的部分 在診所判的確診了4569人 占了整體的40.65% 那在醫院 這醫院包含在射篩站 射篩站這邊民眾到場 那因為快篩陽判陽這部分 2742人 占了24.4% 總體而言 因應整個這個 確診個案定義的不同 那快篩陽判陽這個部分 在第一天高雄市整體而言 在醫院跟快篩 在PCR跟快篩的部分 大概占比是1比2 1比2 那所以目前可以看到的是 因為快篩陽判陽的這個比率 會不斷的再升高 那總共確診人在11239例裡面 那大概扣除掉剛剛講的這些因素 原本可能要延遲一天才會確定判陽性的這個個案 大概1500例左右 然後再加上 可能快篩陽判陽 會有一部分的 這個我們估計大概一成的個案 它原來PCR可能會是陰性的狀態 那所以呢 整體而言我們評估 整個高雄市的疫情 扣除掉這些變數 事實上在相對於前一天8500多例來講的話 是率有上升 那整個疫情的一個狀態 包含社區 包含職場 包含家庭 這個不特定接觸風險的部分 要特別的留意 那今天的流行的曲線圖 是在每個縣市的發生率 5日的移動平均 那各位還是可以看得出來說 在台中台南高雄 它的發生率的這個部分還是逐漸的在增加 那我們就成如我們一開始 我們所擬定的戰略 就是希望說 我們這個曲線可以慢慢的上來 慢慢的下去 來確保我們的醫療的量能 那剛剛各位也看到我們黃局長 跟大家看到的那一張圖 另外一個 有一個觀念也要跟大家做報告的 就是說 我們通常在講一個名詞 叫做集團免疫 那集團免疫通常它會有兩個部分來構成 集團免疫的意思就是說 在一個社區或一個團體 比如說以台灣來講 或者是一個城市來講 那它假如說對於這個病毒也有免疫力 那自然而然在疾病 在社區裡面 在這個集團裡面 就不會傳播 所以它通常是要有疫苗的覆蓋率 然後再加上你的自然的免疫力 因為這兩者都在人的身上 意思就是說 當病毒要傳染給另外一個人的時候 它碰到一個已經 已經自然免疫的 已經剛得病過 或者是剛 這個 這個 結束的這個疾病 它自然而然身體就會有一些抗體 所以你病毒 要傳染你這個人的時候就無效 所以從機率來講 它又傳染給其他人就不存在 所以這樣的話就會讓這個流行 逐漸的從刀鋒會慢慢的往下走 那另外一個當然是跟疫苗的覆蓋率有關 盛行率 這個是中央在5月26號 這個衛生部的統計資料 疫苗覆蓋率大概在北中南 其實大家的疫苗的覆蓋率 其實都差不多 那盛行率這個是中央在5月26號 這個衛生部的統計資料 那各位都可以看得出來 在北部地區 新北市已經達到12.83 基隆13.48 那台北市9.3 那高雄跟台中呢 一個4.39 一個4.33 所以這個盛行率就可以看得出來 我們剛剛在講的自然免疫力 的部分 我們的南部地區 還是跟北部地區 還是有一段的落差 那這個對於疾病的傳播 相對來講 它的傳播的R值 當然就會比較高一點